回顧一下上個禮拜到哪些地方做變更 第一個的話當然我們 這個地方有回首頁 這怎麼加上去 不過回首頁的上面這個地方 固定在下方的這個我們好像上個禮拜也有 就是你在 即時的時候 只要是 往下你會發現不管往下或往上 它都會出現 有沒有這個馬上又跳出來了 那這個效果的話基本上就是做在哪裡呢 做在 Footer 所以你怎麼知道是不是Footer 你有個方法 點擊這個框框它會出現 或者是說 資料 這個 資料 標籤檢視窗這邊 在那個JQ Mobile 然後你就把它跳到一個叫什麼Data Raw Data Raw的 這個這個地方 只要點擊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是Footer 那如果你要讓它固定 也就是說呢 只要是Footer 那如果當它 每一次捲動的時候它都要固定在下方的話 那你只要把那個Data Position 改成Fixed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你連Header上面的部分也要固定的話 一樣選擇 這個地方 那一樣呢 它要能夠出現 在Data Raw呢 是Header的情況下 那把這個Data Position 改成Fixed 預設是沒有的 預設這個地方是沒設定的 OK 大概第一個 就固定 上下的部分 其他部分當然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 第二個 我們來看它上個禮拜還有哪一些重要部分 我們有做 就是 回首頁部分 因為現在呢 如果 預設即時的時候 點擊任何這四個景點 它都沒有回去的這個Home 的按鈕 那如果你要回去的話 在手機上很麻煩 你要Back 所以如果 假設呢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多增加一個 這個按鈕的話 怎麼做 其實喔 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其實 這個按鈕 第一個 你要先找到你要放哪裡的位置 所以第一個呢 你要先找到放在 這一個 所以 綠島機場 就這個頁面 這個是Page 1 看一下 這個是Data Raw的Page 這個是Page 1 有沒有Page 1 那這個Page 1的話呢 記得是放在 它的標題 的右邊 OK 那特別注意喔 不是說點擊 這邊喔 特別注意你先點這邊喔 然後你發現了它游標 在左邊的部分 看一下 如果點這邊的話 它左邊一樣會告訴你說 它游標放在 你的程式哪個地方 在哪裡 在H1 到結束H1 的這個區間 那我們程式記得喔 是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 這個結束的 Header的右邊喔 所以你會發現 你點這邊是點不到 點不過來的 所以變成怎麼樣 你還要 再切到左邊這邊 把游標放在這裡才可以 所以喔 程式必須寫在這裡 那你 再來做什麼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打個home好了 第一步打個home 記得喔 放在這裡 然後第2步的話呢 最關鍵1 把乘式 把字 打在這裡 然後你把它 再移到 右邊來 你會發現右邊多一個home這個字 所以其實我們主要是 利用 左邊的部分 幫我增加 這個home這個字 但是一定要是放在 這個 那個H1的 右手邊喔 你不能放在它左邊 放在左邊的話 變成說它會是標題1啦 那就錯誤了 所以一定要是放在 它的右邊 如果你在 這邊是做不到 所以一定要在這邊 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再把它點回來 第1步完成 第2步的話 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選起來 選擇它之後的話 做個超連結 超連結的話 你就在這邊打一個 要連到哪裡了 連到回去 就進 home 因為我們那個 首頁 上面那個叫home 所以幫我連到home的部分 Enter 好 這樣的話 當然你可以即時看一下 它這個時候 你點擊 綠島機場的時候 home有沒有出來了 但是問題 它現在 當然回去 可不可以回去 可以啦 OK 沒有問題 可是 它 畢竟不是 長得像 一個 一個home的一個圖示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home的圖示 還需要做什麼呢 特別重要 一樣 優標再放在這個上面 這個蠻難點的 可能要注意一下 優標放在這上面 有沒有 所以 1 請你在這一邊 這個 這個地方做個home 2的話 做個超連結 那你會發現如果你做超連結 它好像會自動在前面加什麼 加這個 有沒有 AHREF 然後把它包在裡面 斜線A 其實原來東西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要變成 這個一個圖示 然後不要文字的話 你必須要 再利用什麼 利用其實 右邊的這個資料 這個標籤檢視窗 那做什麼動作呢 你就優標一樣放在這上面 然後找一下 這個地方往下捲動 它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要找到一個叫 ICON 那個小說圖呢 就是叫ICON 前面有個DATA 所以這邊有個什麼 DATA ICON 就這個東西 然後呢 把DATA ICON改成什麼 你會發現 清單就出來了 裡面的話呢 一定會有個叫home home的話就是回首頁 這個小ICON 就點這個 點這個之後的話呢 那你再來 RUN一下 你會發現 home有沒有出現 出現 但是呢 上面有字對不對 如果你不要字的話呢 很簡單 再多做個動作就可以了 home 然後呢底下不是有個什麼 Icon的Pause 你就把這個Pause改成什麼 No text 沒有文字 就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這邊 做這個 做完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多一個 多一個 home回首頁的這個圖示 切過來看一下 這邊 點下去 home就出現了 OK 所以點它 回去 OK沒問題 那再來當然呢 我會希望說 在另外一邊這邊呢 多做個箭頭向下 下一頁下一頁下一頁 那這個做法 跟這個home很像 所以 做的方式 當然呢 我們如果要做一樣的 那個步驟的話 所以 你這一段你會發現 做完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多 多這個部分的程式 有沒有 就是 多一個什麼 其實它原來的字在這裡 home 然後 它只是多增加一個 AHREF的超連結 然後Data icon 等於這個 Data icon pose Data icon pose 等於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 當然 未來如果說 你想說 老師 我會自己打 當然可以啦 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只是說難度比較高 我是建議 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至少比較好找 它會自動幫你加 所以這兩個 其實就等於是 加這個 跟加這個 這兩個幫你加上去 OK 那另外的話 下一頁的話 下一頁怎麼做 一樣 下一頁 那我們基本上 主要你如果點擊 優標放這邊的話 基本上應該也可以 所以你把它 看一下 只要放在哪個位置呢 放在那個home的 右邊 會有個什麼 結束A的 這個大於符號的右邊 其實就優標放這邊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或者你點這邊 我發現點這邊也可以 它也會停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 你可以點一個NAS 所以做法跟剛剛很像 NAS 所以先打個NAS 然後呢 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再把它做超連結 所以一樣 連結到哪裡呢 因為 綠島機場是Page1 那南鳥綠港是Page2 所以我們 連到Page2 Page2 Page2 Enter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一樣 第一步一樣是做超連結 但你現在RUN起來的話 它會跟之前一樣 這個上面會多一個鍵 不是鍵頭 它是NAS 可不可以跳下一頁 也可以 當問題 它這個地方的話 也要讓它變鍵頭 那一樣的道理啦 我們 一樣就是 跳到那個NAS的地方 然後它做什麼呢 一樣呢 跟剛剛HOME的地方一樣 就是 第一步呢 先插入超連結 好 輸入那個NAS 然後 插入超連結 這個1 2的話呢 再切到這邊來 這邊有個資料標籤 資料 檢視窗 然後呢 找到那個Data icon 跟Data icon pose 這兩個喔 然後分別怎麼樣 做剛剛的事情 所以第二個動作 就是把它什麼 Data icon Icon的部分呢 我要是 箭頭 向下 向下的話這邊有一個叫 這個 箭頭 向下的話是D啦 L是NAPT R是Right 就是左右 然後呢 上 所以我要向下 就這個 1-D 位置的話呢 就是 NOTEST NOTEST 這樣OK了 所以 那當然你會發現 其實它一樣 會在 這邊幫我加 這一串東西 有沒有超連結 Page2 然後Data icon 然後Data pose 一樣是NAS 然後結束 所以到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 上一段跟下一段 蠻像的 好像只有改這個名稱 跟這個超連結 所以甚至你可以拿 還有這個 Data icon 甚至你可以 自己把上面的層次 複製下來改 當然可以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結果 OK NAS NAS 有了 南寮浴港怎麼做 其實 如果你假設已經做好了 其實你不用再重做了 南寮浴港 你是不是再一次 不用了 你就直接拿什麼 拿綠島機場 H1 到結束 斜線 這個 斜線H1的後面這一段 一直到什麼 到這個 結束D 等於是這個 到這個的中間 的這些東西 把這一段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 南寮浴港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後面 就是這個 斜線H1的後面這邊 把它貼上 因為把它直接點這邊一下 然後 Enter一下 換到下一項 貼上 然後呢 並且 下一頁的話呢 當然就不是 Page2了 應該 他現在就Page2 所以 把它改成Page3 這樣OK了 再來的話呢 就是 這個 這個的後面一樣把它貼上 Enter一下 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成Page3 它現在是Page3 所以把它改成Page4 然後再換下一個 朝日溫泉 然後 這個的話 一樣Enter 把它換好貼上 然後再讓它 因為它現在是Page4 所以在下一個就回到上一個 所以Page1 好 那我們就把它 做完了 存檔 Ctrl加S 存檔 然後即時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邊綠島機場 有了 這個Home 南寮浴港下一頁 有了 再下一頁 又有了 再下一頁 又有了 回到第1頁 OK 那就可以有個Cycle 然後 Home的部分 回首頁 OK 好 這樣就大公告 所以請各位 把這個複習一下 並且加到你們的變化題裡面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我們重點複習一下 那個 上個星期的那個部分